国会赛议院复会 沉寂一时的滨海战斗舰计划又成为了焦点 工战会昨天揭露国防部未经总检察署的批准 就暂次签订项目第六份补充合约 但是国防部今天就郑重否认指控 国防部今天发文告表明 内阁在今年4月19号批准滨海战舰的项目方向之后 国防部、皇家海军、末时的公司以及总检察署的代表 马上针对有关的草案与合约 开始一连串的讨论和商抢 并在5月24号接到总检察署公函 信中提到了四个要点 也就是付款计划、综合后勤支持、详细设计和违约赔偿金 并附上了其他需要修正的建议 国防部已经着手修改 文告强调第六份补充合约 是在考量了总检察署和之前的公账会的报告 还有采纳政府采购和财务治理调查委员会的观点之后 才签署盖章 而非公账会副主席黄书奇 昨天所说的擅自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